哈喽大家好,我是Lorraine 你们最近有看《背着扇仔跑》吗? 有的话弹幕请扣一,想看看有多火 有一说一,这部剧算是久违的一部大热剧了 尤其是里面的男主,编游戏爆火了 现在大家在路上见到他都喊他 酸醉啊 痛是本名的男明星嘉一 大家笑称老来得粉 彦哥1991年出生,今年33岁 但在剧中演起高中生涯毫无割裂感 他的帅可清纯可成熟,风格range非常广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位新进炸子鸡 编幼戏的穿搭 干货满满,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加收藏 可以的话请点个好 Camsa Mida 他的私服风格以氧气感的韩戏男友 加运动风为主 但不法反差感的静玉系帅气 时而也有日系街头感 风格比较多变 但都不是很大肆浮夸石猫精的类型 更像一种四半未半的如木春风自然感 上一秒可以严肃震惊 下一秒也可以乖张鬼马 丑话说在前面 模特出身的编幼戏身高190 小头细腰,长腿宽肩 双开门冰箱 传说中的十一等身人 真正披块布都好看的极品身材加帅脸 跟他共识过的造型师曾有警示明年 哥的造型不能模仿 他的身材就不是一般人 他穿的衣服也不需要是名牌 一辈子穿优衣裤也可以 啊不,优衣裤太短了 他得穿欧美牌子 听到这里是不是有人想退出去了 不可以,停下你蠢蠢欲动的手 我是那么不贴心的人吗 这一期有多考虑到边哥的身材优势 选择了一些相对大众比较好学习的灵感 以及审美思路来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这无需看脸的All Black Look 是不是也很好看 虽然只看背影也知道是帅哥 他很好地解释了什么叫男生清清爽爽就很帅 这一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得穿到真言 这招尤其适合偏瘦弱的男生copy 如果硬件条件没有那么优秀 全身同色系是一个增加视觉上身材宽厚感的妙招 但同时不会真的显得很厚重 叠穿一件白衬衫就更有层次感 营绕在边哥身边最多的关键词之一 校园感 少年感 也是他私服穿搭的重点 卫衣加工装裤算是百搭不厌了 简单的T恤加一顶棒球帽 爱运动的青春学长味就拉满 清爽的氧气学长风 我相信大家都能get到边哥的新手年来 但这种有点bad boy又不是干净的反差魅力 没想到边哥也是柔韧有余 有种明明不是神年角色帅哥 但性张力拉满 同时还有禁欲系的欲剧还迎 更甚有一些致命的可爱 很矛盾 很有趣 低胸衬衫加西裤 尖头皮靴竟然一点都不油腻 是乃古希腊掌管All Black的神 突然很想看看Solihon和Prada之类的品牌 多多dress一下他 感觉很适合 居家黑T 我很可以 看到这里还顶得住的请扣一 已经沉沦的请扣二 咱们普罗大众更可以学习的 是边哥对Gorb Core户外风的善用 你看这刚好口罩遮了脸 也缩成一团了哈 那就是简单的All Black技能风套装 加一双黑色宽威 也是裤色少年感满意 黑T加五分牛仔裤 冷帽加黑色球鞋加黑袜子 日常又简林 虽然简单 却也能让人get到你是一枚 关心时尚的街头city boy 但不会too much 我也很喜欢边右膝穿搭里 很典型的一个思路 就是有点潮 但不多 拿着一种耐看型的都市混搭潮感 像他会用棒球帽 运动鞋去搭配成套的黑西装 内搭也会设计一下略有 小心思的白T层次 整体就完全不古板 反而是休闲感更浓 内搭更松垮的T恤和牛仔裤 也可以配一顶跟身上单品 同样壮色的棒球帽 简单简林又时髦大方 略带顽皮的男友风 很难不爱 编歌的风格真的还蛮百编的 走起学院风也有不同的路子 除了常见的运动系学长杨刚的一面 也有柔弱pretty boy的一面 这一点还蛮神奇的 头发长一点 这什么病娇美少年 之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也蛮日系的 得益于这组图不少 眉眼弯弯 穿起带有古装元素的造型 非常有那种忍不住 想把他金屋藏雕的古典美男像 谁懂 黑白色系已经是哥的统治区了 但彩色他也驾驭得很出彩 从男生比较好入门的蓝黑色搭配 可以穿出清爽不邋遢又有造感的 海岩少年vibe 也可以将程序云格子衬衫起死回生 穿出随性满满的街头少年感 OK 也许你们正义游未尽 但今日份帅哥赏息 加干货进行完毕 你们更喜欢编歌的哪一种风格呢 对他有什么感觉 看完今年这部大热剧 背着善仔跑又有什么感受 欢迎来聊聊 喜欢本期视频的榜文 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 更多有趣干货 On the way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